來看應該很多人都在考慮我到底要不要換電動車 但是趕快來看這個消息 如果你換了電動車 你的維修經費你可能要抓高一點 我們來看這個是汽車保險公司 他去評估了傳統車輛跟電動車 目前的平均的一個維修費用要多少 一筆就哎呀不筆不知道一筆嚇一跳 傳統車輛平均的維修費要13萬8新台幣 電動車要20萬6新台幣 高出了49%高了快五成 好那這個消息可能我們聽了就覺得 那我可能要考慮一下 保險公司也要考慮一下 保險公司他考慮之後就是我保費調漲 好我們來看美國他2023年保費就調高了兩成 英國調高了58% 電動車維修真的有這麼貴嗎 到底是貴在哪些項目 溫文誠言 你知道可能一撞電子壞了可以吧 我就說因為車禍的關係 我的電子壞了 電池很貴 電池非常非常貴 他不是一般我們傳統車前面那個 小電池拿起來 再換一下就好了 他那整台車就是貴在那台電池 那電池大概多少錢 都幾十萬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如果你一台200萬的車 換那台電池大概要80萬 那我再買一台就好了 對啊 對不對 基本上就會遇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我覺得是 目前電動車是沒有台把沒有替代品 就是沒有所謂的 我講的台把不是不好 就是說有些車子他可能撞到了收回了 其他地方可以用他們會拆下來 給一般的維修廠 還有一個是什麼 我們講副廠 副廠 電動車沒有什麼 電動車現在什麼副廠 有什麼副廠 可是很多雙B這些 其實都有副廠的零件可以替代 那就便宜很多 所以電動車一換 你就是回原廠換 你記不記得之前美國的保險公司 就是不理賠副廠 後來開放 哇不得了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電動車的維修費貴的 貴的原因就在這 所以過去你看電動車一開始的時候 租車業者很喜歡用電動車 因為很多人很嘗鮮 我要租電動車 可愛 很可愛 喜歡就想要租對不對 可是現在租車業者受不了 為什麼 我問你 我租車我就是負擔租車的費用 車子壞掉不關我的事 零件壞掉不關我的事 電池有問題也不關我的事 通通誰要承擔 租車業者 所以它的成本太高 維修太貴 就整個拖累掉 所以他們現在也打算 把所有的特斯拉換回去 要嘛你油電也好一點 對不對 或是傳統的燃油車 我覺得這可能是未來一個問題 好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就是說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其實電動車的維修非常的耗時 我講一個 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買電動車 因為我們現在維修都在民間的修車廠 我就問師傅說 你會修電動車嗎 他說特斯拉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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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去修理 而且其實電動車 你知道電動車其實跟傳統車不一樣 其他的很多是整車的 零件都是整片的 你知道一換有多誇張嗎 你一般來講我們 傳統燃油車這裡壞掉 我就換這片烤個七對不對 對 甚至連電動車很多 你要烤七沒得烤的 因為他整片壞掉你就是要 刮到一些你就整片換 我曾經看到我聽我旁邊 我錄影的時候 有聽我旁邊一台電動車的車主 一整年他那個凹下去了 他都沒有換 我問他 他說不行 那一換整片 他說看哪邊哪裡再撞到 再一起換 所以維修櫃 維修時間比較長 因為沒有足夠的師傅 就是這樣 你看這個舉例 他說去這個純店的皮卡 他才弄了一點點凹線 保齡球大小其實是蠻大的 小小的想要凹 想要換 結果換才一個凹 我跟你講 傳統燃油車 一萬塊以內一定可以搞定 他這個搞七十萬 然後重點是他還花兩個半月 傳統燃油車一個月內一定 不是不是 一萬塊以內一定搞定 一個禮拜以內一定可以搞定 凹的東西你給他弄出去有很難嗎 確實有點難 不是你想的就從另外一邊敲一敲 不是這樣子喔 不要想的但 但是確實差很多 所以貴第一個零件 零件貴 第二個技師掃 第三個工具要非常的特殊 那所以現在為什麼中國的電動車 其實很吸引人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你最喜歡的武林紅光 我就講嘛 車子如果那麼便宜 真的有問題 我就再買一台嘛 老實就是有錢 我就是任性怎麼樣 才十幾萬就換一輛 對我就再換一台會怎樣 這是一個 他修車前可以買五台武林紅光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們為了做這個電動車 其實他用了很多套件 其實是燃油車的 其實我其實很多東西 周邊 比如說外面的車殼 我其實可以用燃油車 原本的磨下去弄 就便宜 那因為便宜可能就不耐裝 安全度就比較低 收壞的價格低啊 壽命短啊 所以只要一維修就換嘛 就換嘛 就換嘛 就不修了嘛 很多零件電池就換嘛 當然這樣子對汽車維修師傅 會不會有影響 肯定會 因為汽修師傅 只要換 換 那他的專業度一定會下降 進入門檻一定會降低 所以收入也大幅度的一個縮水了 所以這可能也是未來的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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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